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后手勾拳的这样一个作用 首先勾拳的一个伤害性很大的 因为直接打击的位置是对方的一个危险的三角区 下个皮尖这块的三角区,所以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通常都不是在远距离地打 因为这个伏陷性的拳法,它的距离比较短 如果我直接打一个勾拳,对方打一个直拳 我还没碰到对方的地方已经把我打完人了 所以它是希望我们创造一个近身的机会 那么在三角里面怎么创造近身的机会呢 它不同于拳击,不一定可以通过一二,不一定通过拳去创造机会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腿去创造机会 举一个例子,屁股,前面屁股,后手拳 这个时候它的肾线被攻住了 那么无论打得中,打得中 这个时候都给我们的后手勾拳创造了一个机会 甘股,打下,胃,打下 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重的创伤 下面呢,我们做一个快速的时代 然后呢,进行这个搏击的过程中呢 那么你的后勾拳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下起 或者是摇臂之后的一个还击的动作 因为对方进攻我 如果我想用勾拳进攻对方 那么我需要贴近他 贴近他,他就会有机会去打击到我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防守反击 他对方打我的时候 第一拳扛短 扛过也好,挡住也好 一定要让他打上 为什么让他打上呢? 别方打上 动 那么他默认我的头或者身体就在这个部位 他下一下打光拳的摆拳的时候 我们闪开之后,我正好能够闪开 大家需要考虑在里面的一个逻辑 这是一个逻辑 叫右提深入 那么后勒他打前手拳 给他这个拳 因为前手拳不重 他在打后头的时候 我就能潜进去了 摆拳,摆拳打击 所以一定要给他一点拳度 所以当这个组合的时候 对方打过五拳 攻击旁边打百拳 接着钱 不管是打不打百拳 不管是打不打百拳 第一拳手拳 都攻击接着走 接着下钱 正好打得一个百拳击打瑞股 或者百拳击打下股 下面我们做一下快速的事 正好打得对方一个弩骨骨骨骨骨的角度 以上呢,是勾拳的一个讲解 大家需要注意 勾拳的 还比在近身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在内部的打法中进行讲解 勾拳很少直接用 和后手直拳一样 都是需要配合 腿法 拳法 等等的一系列的 这个养工去做 希望大家学会之后呢 能够多加力量上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